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揭曉 微博吸力電視劇男角色的得獎者是 恭喜占卿陳展霞 謝謝 得到我們這個微博視帝的角色 當中當然是你飾演張寶仔的十一配立 最為粉絲和粉絲的心愛和喜愛 好,在這個時候 可以拿著兩個獎 先拔頭籌,雙喜臨門 想不到去年的Lucky可以延續到今年 給我們的朋友們馬上拍張照 也可以hashtag到微博之聲2015 現場的朋友都馬上可以 將這個陳展霞非常之開心和珍貴的moment 拍下他 哇,Jim Pan,你真的從2015年 我想旺到2020年 接著 接下來你的劇 你的劇是接劇的 我想問一下 去年你演過叛徒 又有得獎 今年就有張寶仔 一套時裝,一套古裝 你自己喜歡時裝多些還是古裝多些呢 我喜歡古裝多些 因為古裝可以出埠 回國內去拍 出來的畫面又會漂亮很多 就像今次張寶仔 我們用多CG 也是第一次去嘗試 所以出來的效果 還有又去了環店 景色會漂亮很多 以及2015年 張寶仔的11倍流 幫你囊括了很多獎 去到大馬,亞洲區很多 頒獎典禮都獲得這個時代的角色 你有什麼說話 其實你也在台上說了很多次 有沒有漏了的說話 還沒跟粉絲們說的呢 尤其是微博的粉絲 通常上台領獎的朋友 都是講多謝的 多謝很多人 所以其實我也不例外 我也多謝張寶仔的劇組 台前幕後 還有其實 雖然我這個獎是張寶仔 但是這段時間 也有很多人給我機會 例如今天我們TVB 來了很多幕後的功臣 很多監製 Steven 還有嘟嘟方俊昭 還有張寶仔一首很好聽的插曲 Herman 給我唱的一世紀 也要多謝你們 當然也要多謝微博所有的朋友 因為其實我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習慣 每一天都會上微博 去看回自己的東西 又或者可以看到一些粉絲給我的評語 對於我也很有幫助 其實展盤你除了做劇好之外 你的演技好吸引之外 其實你唱歌是很好聽的 但是我們很多粉絲餓了你的歌很久了 譬如你接下來會不會有機會唱一下 劇集的主題曲或者插曲 有啊 接下來 真的嗎? 成勝追擊 成勝追擊就未知 但是巨倫的歌就有機會唱了 巨倫2 巨倫2 那那首歌已經錄好了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那首歌大概是怎樣的 都是講巨倫裡面的內容 即是時代的巨倫 都是一套時代的金曲 是 沒錯 是永恆的 厲害 厲害 我們給點掌聲 微博最吸力的時代 陳展鵬 OK Thank you 多謝你 再次恭喜陳展鵬展鵬 多謝你 可以到台下休息一會了